接下来我们有一段影片 就是我们在今年发展发布的一些全新的产品 对我们的腸胃度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产品 是什么呢?我们一起看一下 就是AMUL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William Amselak 我是Generation Young的专家 我很高兴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 我不知道你们俩住在法国 六个小时的不同 或者五个小时七个小时不同 我们世界各地 所以不知道你是早晨 或者是中午 还是晚安 我们今天有讲一个很特别的产品 不过在讲之前 我想给大家一些基本的资料 为什么哲诗会在这里呢? 我们想讲的就是关于长寿 那这个就是一种新的一个科学 革命性的新科学 在《时代周刊》那里 大概两年前 他们就说 可能你的其中一个小孩 是可以长寿到142岁 可以活到142岁 我就跟我自己说 我说 如果真的可以的话 那 为什么呢? 为什么不让所有的 折尸的人都是这样呢? 这个是一个很有野心的一个目标 142岁活到 所以我就决定是 为你和为我自己都好 去尝试做所有的事 令到我们能够有好的健康 能够能活到142岁 为了要做到这样呢? 我们就需要知道一些的基本事先 好了 为什么我们会老化呢? 这个很重要的 我们要知道 其实每个人都在想 老化呢 就是我们实际的年龄 那就是说 我们一年草一年 实际的年龄 但其实不是的 完全是错的 其实老化呢 不是说 我们每过一年生日 就老一年 其实呢 它是在我们的基因里面的 我们会说到DNA DNA 基因 其实呢 它是会受影响的 所以我们就老化 它会损伤的 每一天都是会有东西损伤它的 每一天呢 是用很多很多东西 是令到我们的基因会损伤 比如感染 紫外线 营养不良 污染 电磁波 压力 但是同样呢 亦都是可以由 不单止外面影响它 里面都会损伤它的 最重要的 里面损伤它的 就是我们的氧化 就是当我们是增加很多的 就是制造了很多的自由基 那这个呢 就会破损我们的DNA 我们的基因 同时呢 也都会呢 会导致发炎 那发炎可能是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是令到我们很多长期病患的原因 因为呢 它是静静的 我们不知道它在发炎的身体 那还有呢 为什么呢 会破损我们的基因呢 那就是因为糖化了 当我们吃了太多糖分的时候呢 那也都会呢 是令到我们的蛋白质是凝固了 那所以这个呢 就是三个原因 为什么呢 我们会有基因的损伤 但是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有另外一件事呢 就是会 会令我们老化 那就是关于呢 就是这一些的粒 这个端粒去变短 那其实呢 这些的端粒呢 就是在这里呢 保护着我们的基因 我们的细胞 那但是呢 很幸运 但是呢 这些的保护呢 其实呢 就会一直呢 在这里呢 是变短的 那我们当我们有细胞分裂的时候呢 它会一直变短 这些端粒 断到某一些的情况的时候呢 它呢 就会没有了 就没有了这些端粒了 那怎么办呢 没有了端粒 它就没有办法再分裂了 那于是呢 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呢 那个细胞呢 就变得是衰老了 那当细胞变得衰老的时候呢 它就会是分泌一些的 发炎性的一些的东西呢 又或者好像垃圾性的废物呢 是给周围的细胞的 那然后的问题呢 就是呢 这个呢 就是那个细胞呢 如何去停止去衰老的 那接着呢 那我们其实呢 又可以呢 是由最近有些的发炎 我们就发觉呢 一些的健康的细胞 如果和一些衰老细胞 比较的时候 那但是 当然了 当衰老的细胞 是越来越多的时候 就是超过50%的细胞 都是衰老细胞的话呢 那那个人呢 那当然呢 开始有一些慢性病 开始呢 就会衰老了 那然后呢 我们也是 有第三个原因 是会衰老的 就是干细胞的原因 那我们有干细胞 我们身体所有部分 都是有干细胞的 那我们呢 整个身体的所有部分 都有干细胞 那这些呢 都是很新鲜的一些细胞来的 它们呢 是准备好呢 是能够成为呢 是我们身体需要的 就是什么细胞 它就会变成什么细胞了 那就是白搭的 非常好的干细胞 但问题呢 它是 这些的干细胞 和端粒 慢慢呢 都会是 因为端粒变短 那就会损害DNA 干细胞也都会变得 越来越少了 那这个就是老化的原因了 好了 讲到这么多了 我们又回回头 看看 哲思可以做些什么 为什么我告诉你 我是叫做年轻世代 我是 为什么我是年轻世代呢 那你可能会觉得 为什么呢 你79岁了 为什么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我是年轻世代 为什么呢 你可能会觉得 有没有搞错 这样 那我可以告诉你 其实呢 我不是唯一的一个 其实这个呢 就是一个 我们的公司的一种哲学来的 Generation 1 年轻世代 是一种新的 新的一种 全新的生活方式 是依靠科学实证 我可以用呢 是很多很多小事 告诉你 那些科学的实证 那但是呢 我们讲的简单一点的 就是我们在生活上面 我们需要什么呢 我们需要什么呢 无论我们的年龄是多少岁都好 这个是很重要的 无论我们多少岁都好 我们都是想 首先就是 外表看来年轻 越来越好 看来年轻 越来越好 是不是 当然了 个个都想看来年轻 那还有第二个呢 就是我们希望 我们能够思绪清晰 也都是越来越好 希望我们的头脑清醒 越来越好 那就是能够记得东西 能够记得我们弟弟 我们的孙子的名字 我太太的名字 不记得就惨了 是不是 那第三呢 就是呢 我们也都希望呢 能够拥有 是亲密的关系 越来越好 也都是 那就是呢 能够是有一种呢 为其他人的感觉 能感觉到其他人 能够跟他们沟通 而不是自己坐在一起 在一个国那里 然后呢 不能够参加其他人的活动 聊天啊 这个就是年轻世代 我们想要的东西 好了 但是呢 要这样年轻 年轻世代是一种的哲学 我们要将这种哲学呢 是付诸行动才可以的 如果我们真的要达到这样的话呢 我们一定要有行动 那所以呢 我们就决定呢 是创造一些的行动了 做些什么行动呢 我们呢 是希望能够 有这个 yes 就是yes 这个系统 yes 这个系统呢 是非常之复杂的 但是也是很简单 它就是能够帮助一些DNA呢 能够自己 自我修复 能够尽快的 是修复这些基因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 那我们刚才说过了 细胞是不断在那里分裂的 它们呢 是成千上万那样 不停地在那里分裂的 那当细胞分裂的时候呢 那个基因呢 也是被复制了 那问题呢 就是 如果那个DNA是受到损伤的话呢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你知道了 那些的基因呢 是在DNA里面是有些基因密码的 那那些密码呢 就会整整一下 就遗失了 如果没有了这些基因密码的话呢 那会发生什么事呢 那有一些的密码是遗失了的话呢 我们就没有办法再重新去做那些对的蛋白质 在对的时候把它创造出来 那于是呢 这个就变成了呢 我们会提早老化 也都会开始是发展一些的慢性疾病了 这个就不好了 那所以呢 那我们 好在呢 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呢 有一个很好的基因的一个维护的服务的 能够呢 是 是很快的能够是修复到DNA的 那也都是很好的 就是在40岁之后 不过呢 是很不幸的 40岁之后呢 我们的DNA维修呢 就会的速度呢 是越来越慢的了 虽然我们有这个DNA的维修服务 但是呢 他那个的维修的速度呢 是慢了 那所以呢 我们的目标呢 就是希望能够重新建立起这个维护的服务 令到他能够更加好 维修得更加快 那所以呢 我们呢就是有这个折丝的产品 那我们有很多的折丝的产品 那这些呢 虽然没有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 逐一这样去详细去讲 那这张照呢 甚至是不是很准确 因为我们有些新的产品 还没放下去的 那这个呢 也是很好的例子 就是我们 时时都有新产品的 那我们呢 我今天只是讲其中一样 那就是呢 在你们的地区里面呢 是刚刚是有的 这个就叫做折益菌 那这个折益菌呢 那这个折益菌呢 是关于微生物基因组群的 那这些微生物的基因组群呢 它们是一些在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的微生物来的 那就是呢 它呢 是比起我们的细胞是多超过一百倍的 那我讲个秘密给你听 那我们是不知道 如果我们呢 究竟是我们呢 是这些的微生物呢 是我们的宿主 还是我们是微生物的宿主 因为呢 它是很多的 尤其是呢 我们 通常呢 是有一些这样的 微生物 它是在个身体里面 然后呢 最重要的 对我们来讲呢 是对于是这个的 免疫系统 最重要呢 就是这个 就是长导相关的淋巴组织了 那因为呢 它是保护着我们 是能够是抗拒一些很多的 不同的细菌 那这样 那所以我们所知呢 就是我们呢 是有一个 那 我们呢 是跟细菌呢 好像呢 谈判一样 我们出生的时候 那些细菌呢 就告诉我们知道 他说 你给我们很好的饮食 我就会帮助你呢 去保障你呢 是没有其他的坏的细菌呢 去侵袭你 那这个呢 就是我和我们的身体 和他的一个 达成的一个协议 那所以你就会见到 好了 我们见到有这个长脑族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有很多的基因 在那些细菌里面 我们呢 我们是需要制造他们出来的 因为呢 是令到他们呢 我们也是需要有一些 沟通的系统 令到呢 在那个的墙那里 是会有些信号 是给个脑 给个神经 就是脑和呢 我们那个的肠呢 是要不停地去沟通的 那这个脑呢 就在那里想着 就是说 你这个的肠呢 是帮着你的脑 是去变成它呢 是令到它更加的健康 那所以呢 基于这个系统 这一样所有的这些东西 我们呢 就有一个产品 就叫做 Immune 它就是折益菌 它呢 是全部都是一些益生菌来的 那所以呢 折益菌 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能够帮我们提升 我们的防护力 我们的免疫系统 同时呢 是帮我们排毒 还有呢 是能够平衡我们的长度的 好 下一张 这个是什么呢 它呢 就是有五株专利的益生菌 还有一些结合的益生源 我一会儿就会跟你解释 有什么不同 然后呢 我们呢 就是会再用这个 梳果酵素强化配方 这里呢 就是说错了少少了 你看 应该就是叫做 PROBIOTICS 益生菌 益生菌呢 其实是菌来的 PREBIOTICS 就是益生源 就是说 那个菌的食物 所以我这里呢 就是益生菌 英文呢 这里就打错了 那我们呢 其实每一包里面呢 就是有一千亿菌素 好 很多时候呢 有益生菌 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我们呢 其实呢 需要一些的 特别的一些包装 但是这次是不需要的 因为我们是有这个 三层的包装的 我们呢 知道呢 当你呢 就是有不同的菌的时候呢 这个呢 就是能够真正呢 就是帮助到你的肠 是这样的 好了 我们都还是说 这个益生菌的 那你就看到了 这个的 企业联酷菌 企业 和呢 一些的 几种不同的一些的菌 就是如果 你有时候呢 你的 免疫系统呢 有时候呢 就是有问题的时候 你就会可能很多过敏的 那我们呢 那我们呢 就可以将这个 发酵乳球菌呢 就是帮你呢 就是可以将你的 母乳分离菌种 和可以增加你的抗氧化力 也都帮你消化乳糖 因为很多人呢 其实呢 他们对这个乳糖敏感的 他们是不能喝牛奶 或者是奶制产品 那这个益生菌呢 就可以帮你呢 就是消化乳糖 这个呢 这个呢 这个是另一种 益生菌呢 这个叫做 凝结牙泡干菌 它呢 就是能够呢 帮我们呢 就可以抑制一些 的坏菌的生长 因为呢 在我们的肠里面 我们有好和不好的 一些的菌 我们希望呢 就是有多些好的菌 少些差的菌 那么呢 他看到有些坏的菌的时候 就会帮他呢 就是抑制 而他呢 也都是能够降低 这个重金属的伤害 也都能够维持肝壮的机能 现在呢 我们呢 就要讲三种的益生源 这个呢 就是说呢 就是给这个 益生菌的食物 那第一个呢 就是叫做 Multodextrin 它呢 就是来自于粟米的 叫做 蜜牙糊精 也有个叫做 果寡糖 这个呢 这个呢 是非常之好的 一个益生菌的食物 而呢 还有一种呢 就叫做 谷具纤维 它是来自这个 谷具根 益生菌呢 是很喜欢你一种的益生源的 当你呢 能够是给这些益生菌呢 就是给这些益生菌呢 就是给这些益生源的时候 再加上呢 一些发酵了的 就是给这些蔬果的直随营养 它呢 就是会成长得更加好 有了纤维呢 就可以 给这个食物 这个益生菌 而这个的发酵呢 就会也都能够呢 就是帮一些的新的菌 能够生长 所以是很有营养的 那我之前所有说的东西呢 就是想告诉大家 这个产品呢 对你的肠呢 是非常之好 不过不仅是对你的肠有益 其实对你整体的健康 都很有用的 因为呢 如果你有好的一些益生菌 你的健康就是会非常之好 我是William M. Select 我呢 就是年轻世洋代 多谢大家聆听 希望呢 可以呢 有一天呢 就和大家面对面见面的 拜拜 谢谢 Yulian博士 Jet Bear 你说我们的肠道 和人呢 舒服 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更加精神呢 所以呢 你可以看 如果呢 我们用Mu呢 就可以帮我们的肠 就更加健康 今天呢 就是请到我们的 台湾的 绿宝石总裁 Robert 他和我们分享一下Mu这个产品 Hello Sophia Hello Jack Bear 大家好 我是Robert 今天很荣幸 来到这里 就是来不到致死的现场 首先我要多谢我们的医疗顾问 William Anselet博士 他愿美的功能呢 直到超越了所有的这个产品呢 我现在呢 我要和大家说呢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将这个优势呢 转化成为商机 一般人呢 能够对于致死的了解呢 都是在这个 区区厂道的健康 尤其呢 就是压态地区 因为我们工作环境 和我们的饮食的习惯呢 令到我们的那个厂道呢 更加有问题 大陆 台湾地区呢 大厂的一个排名 都是很高的 所以民众呢 都很担心这个健康的 根据呢 国际的一个统计呢 其实呢 亿生菌的市场呢 将会达到420亿美金呢 到2025年的时候呢 将每年呢 就是8.3%的一个成长率呢 又持续地增长 尤其呢 就是压态地区市场的潜力呢 非常之显著 这个市场呢 本身呢 就已经很庞大 但是呢 我们呢 就会再呢 继续将它往上的调整 为什么呢 原因呢 就是因为呢 这个新冠状病毒的 这个呢 就令到人民 就是相信呢 免疫力呢 能够帮助抵抗 最近呢 我们显示了很多网络上 关于这个的讨论 发现呢 长度健康的问题呢 其实呢 就是占大多数 但是自从呢 就是新冠状病毒爆发之后 有很多的网友呢 就开始讨论这个 折益群呢 就能够提升免疫功能 所以呢 就在消费者的认识里面 折益群呢 是能够增强免疫力 折益群呢 在这里呢 推出折益群呢 简直呢 就是最合适的时机 我们也要多谢公司的用心 和努力 在这个呢 那么合适的时机 能够推出呢 人民最需要的产品 这个呢 就是今天呢 那个第一个商机的切入点呢 就是时机 第二个切入点 就是将优势成为商机 折益群呢 就是这个优势呢 刚刚Dr.William 已经做了非常清楚的一个详述 我就不再多说了 我要说的呢 就是由三个两点呢 就是去引导这个观念 切入话题 我们呢 就是 这段时间呢 我们呢 就是跟消费者交流 就得到一些心得 当然呢 就是看到这些名词的时候 你都会发现 他们会怎么样呢 他们就会发光 进圆 大概呢 有很多的 七八十种呢 都是由分辨来提出 但是我们呢 就是由母乳中呢 就是提出这些复合物 和是通过美国国家 生物中心认证的 一个人体 人心 那所以呢 这个点击率非常之高 你会发现当我们说到 有母乳中培养的时候 大家的眼睛呢 就完全呢 就是发光 第二呢 就是这个元素 那其实呢 每人呢 每日呢 都要有一百多种的菌呢 才能够可以 对我们的腸道呢 就是带来健康 会有一个平衡 所以一千亿呢 是十倍 就是说呢 高速能呢 就代表高效能 对方的眼睛呢 又是一量 第三呢 就是价格 这个呢 其实是大家呢 没有注意的一个切入点 一般人呢 就不会去看的 一般人呢 就会去看 一盒多少 一包有多少 去衡量这个产品 到底是贵还是不贵 但是很多时候 就忽略了呢 其实呢 这个的价格 和这个能源的关系 都我们说到呢 你呢 将它呢 就是去计算的时候 其实这一困呢 就是台币的零点零点 人民币零点零一 就是说呢 一分 就为了好的困 能够安全到达 长度 并且能够定居 来特别呢 就是采用三层的 一个保护 一个三种的益生源 来的帮助消化 这样呢 我们所说的 88种的蔬果的烤素呢 再加上的时候 对面传来的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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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发光的 而是闪电的 人呢 其实不需要太多的理论 关心和共鸣呢 反而呢 就是更加呢 拉近我们的一个 彼此之间的距离 第三呢 就是上班族 和年轻族的市场 抗衰老 保健的议题 其实对普通的上班族 和年轻一族呢 经常都是一个 非常之重要的 因为 最初呢 他们可能就觉得 不要紧要 我年轻的嘛 但是过了一阵 年轻的时候呢 他们就会发觉 长度一个问题 很多时候 我见到年轻人 和上班族的族群 会怎么样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经常都快食速食 又吃饭 时间不正常 折一群呢 就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呢 就是呢 它呢 就是能够可以平衡你的 长度 和非常之亲民的价格 让我们呢 就可以呢 进入这个市场呢 就是值回门销 做生意 最紧要 我觉得就是这个 时机 时机 和时机 来得早 不及来得巧合 那所以呢 我们这个YES的这个系统呢 就是146个国家的平台 强大的资源系统 我觉得呢 没有呢 就是比现在更好的时机 但是各位朋友 大家应该呢 就是把握这个商机 令到你的事业呢 可以在这个时代里 是一个全新的一面 今天我的分享到此结束 祝大家身体健康 合家平安 我是Robert 今晚多谢你的参与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谢谢 谢谢 Robert 精彩的分享 每一次呢 我来到大家想觉得呢 其实这个子生菌的效果 非常之好